今天5月2日2021年,这是《能年经》第136个讲词,请看经典218页第7行 真庙绝明,亦复如是,如意空明,则有空限,地水火风,各个发明,则各个限,若聚发明,则有聚限 这个庙,就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绝是明明白白,有智慧的 这里指的是如来葬姓,什么叫如来葬姓呢? 是空性,空性里面有妙游,它是集而造,造而挤的 我们身体上面有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也是如来葬姓 如来葬姓是空性,所以当外面的尘起来的时候,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还能起作用 起完的作用,它又恢复空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如来葬姓 避水火风空,这个称为五大,这个五大可以特别出现的,也可以全部都一起出现的 避水火风的出现,也是随业力而限的,什么叫聚发明,则有聚限呢? 举个例子,以水来讲,我们看到水,这是水 菩萨看到水,它是流离 恶鬼看到水,它认为它这是火 这是为什么有这种不同的觉知产生出来呢? 因为它们的业力所限的 随着不同的业力,所以你所看到的一样的东西 你是认为它是不同的东西 云和巨线 富龙罗如一水中,陷于日影 两人同观,水中之日 东西各行,则各有日 随二人去,一东一西,千无准地 什么叫做巨线?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 在水中,我们看到有一个太阳的日影 现在有两个人,他站在水的旁边 他看到是一个日影 如果有一个人他向东走,另外一个人向西边走 他们两个人都会感觉都有一个太阳跟着他们 离去 本来是一个太阳,现在又变成两个太阳 你会认为 很奇怪,怎么一个太阳会变成两个太阳 这是因为 这是我们有妄想 也是我们的无名 他们都认为 太阳跟着他们走了 一个向东走 一个向西走 他没有预定要到什么地方去 不应难言 此日是一 云和各行 各日即双 云和现一 婉转虚妄 无可凭据 你不能有疑问就说 这个一个太阳怎么会变成两个太阳 一个日影怎么变成两个日影 跟着他们往不同的方向 而去 这个是 虚妄的 因为日影本来就是虚妄的 你又认为它一个变成两个 那更是虚妄了 不要在一个或两个日影 想来想去 因为这个是 没有真理 它可以来依据的 因为他们都是虚妄的 因为他们都是虚妄的 观向原望 无可指成 由腰空花 结为空果 云和结起 相灵灭意 这里指的是 看到 水里的 日影 这个两人 同时 离去的时候 他们都认为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太阳 跟着他 这个无名的妄想呢 就是像我们上次 唐太太讲的 因为眼睛有毛病 他看到 虚空中 有金星 金星不见的时候 他还希望 金星能够再出现 他们的道理是一样的 因为都是无名 所起的妄想 你现在又来怀疑 他们为什么会出现 他为什么会不见 这个也不是真实意 观信原真 唯妙绝明 妙绝明心 先飞水火 云和复问 不相容者 这里所谓的观信原真 是我们讲的 如来葬信 他是信空的 所以他能随缘 不变 不变 随缘 这个如来葬里面 他也是跟虚空 一样的 他是空性的 他虽然是空性 他可以容纳里面 的万法 还有物 的存在 他也不会去排斥 他们的存在 或发展 本来如来葬信里面 空性 所以就没有 地水火风 在里面 现在因为因缘所生了 我们有看到 地水火风 出来了 可是他们之间 都是很圆融的 是不相排斥的 这就说明 我们的如来葬信中 是妙友的 是信空的 他也不会排斥 任何的法 任何的东西 在里面 今天先讲到这里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